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流行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岛内新增3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分别为28例本地个案及3例境外输入 自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入境 确诊个案中新增1例死亡 指挥中心表示 近日新增的28例本地病例为 9例男性、19例女性 年龄介于未亡5岁至90多岁 发病日介于6月19日至7月4日 个案分布县市分别为 台北市15例 新北市5例 桃源市3例 苗栗县2例 屏东县、基隆市及新竹县各1例 指挥中心说明 近日新增1例死亡个案 为70多岁女性 具慢性病史及其他确诊者接触史 个案于6月11日出现发烧呼吸困难症状 同日就医裁检并住院治疗 6月12日确诊 7月3日死亡 据统计 截止目前 岛内累计确诊15,061例 累计死亡病例689例 山口 岛内篮